欢迎回到四星新闻的现场 日前在新江区 社长村基本节点生入 华华华东 对华来提供在社区的 地区和农生片 增加在地的领検度 当时也希望可以提升 農家的收集和在地的农生片的生亭 现场当时也来升到 社区项目的主管 希望和社区面就能 安心者、华希大 并同来打赞优胜的家 在新江区的社长村 日前基盤一场社长大阪 新江最美的生亭 华华华东 以任劳的务员进行开庭 随后带到来参加的民众 作为来去提案 古早时的控油 为土甲队的打油 开始到门收拾 后破油提出使用 让人来提案 早期的农生华东 在现场亦有农特战事件 参加的民众 明顶都有幸福的照片 声音新闻 内照新江区彩虹博德 你们知道你们今天来这边 要做什么吗 拔菜啊 拔菜没错 可是你知道这边的菜 是用什么原理来种植的吗 我们会把厨鱼 倒到那个厨鱼桶里面 然后呢 那边的黑水萌 就是一种昆虫 它会食用这种厨鱼 然后它死掉之后 它就会来到这个鱼池这边 然后里面的鱼就会把它吃掉 鱼的粪便 它就可以让这个菜有营养 它就菜就可以长起来了 嘉义县的食农教育 培养孩子们健康的饮食习惯 中央厨房 由营养师设计菜单 为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 做最好的把关 圣食教育 黑水萌打厨鱼变黄金 食欲教室 教孩子怎么吃才健康 全民懂吃 从小做起 家义 我的家 食农教育 全民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